哈囉大家好 今天呢在我身邊的是大名鼎鼎的Hank Hank哥 對我們都叫大哥 那Hank我們都知道他是這個速寫界非常有名的 他現在在IG裡面的粉絲高達兩萬多人 我記得去年我和他去這個韓國水源 參加亞洲速寫這個聖輝的時候 你知道嗎 哥一出場的時候竟然有韓國人 對不對 歐巴 簽名要跟他補照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請Hank哥來 原因就是說 Hank他本身他也要參加我們這一次的高松會旅行 那當然我們知道Hank是個非常有名的速寫畫家 那他這一次為什麼要參加我們這一次的高松會旅行呢 一定是有一些特點的魅力 好不好 那這一次我們就想請 Hank哥幫我們分享一下 首先謝謝Ellway給我這樣一個機會 其他剛剛講的那都是傳言 不是不是不是 是是是 好因為我也是我在會畫也是 我一直認為我本來是個小學生 正好在學習 那麼是這樣子 對我也一直覺得畫畫這件事情 就跟我們讀書一樣 我們說這個讀書要走這個萬里路 其實畫畫我覺得也是這樣子 我們應該不是只是在我們自己的房間裡這樣畫 第一個你可能沒有朋友 第二個你畫久了你可能就會局限在某些範圍 所以我們應該走出去 然後呢跟很多你的畫友們一起出去畫畫 尤其我這些年來我一直覺得 能跟畫友們一起畫畫 是我最開心的一件事情 真的是超出我以前所做過那其他事情 我都覺得沒有像我們跟畫友們一起出去 因為大家有共同的興趣 然後呢大家在人生的路上也走過很多相同的 跟藝術相關的這些路徑 所以大家都有共同的經驗分享跟話題 還有共同的一些對話 畫了一些這種理想啊或者夢想啊 我覺得大家在一起的時候就是特別開心 所以這次我聽說 Edward他們規劃的這個到高雄市的這個 這樣的一個旅會 我就覺得哇天啊這個太難得了 因為我在市面上沒有看到 我任何這樣的所謂旅行或者產品 那這個能夠跟畫友們 而且還有老師一起帶著去 那我覺得真的是難能可貴的機會 所以我第一個想到就 那我當你第一個就要先碰 所以這是我的我想 這是我要參加這個旅行 因為這樣一個最主要的一個目的 那你為什麼會特別喜歡 跟Kent一起去畫這個旅行 這位Kent老師喔 是我自己 因為我自己對很多這個 大畫的一些前輩 比如說雖然他們很多年紀也選擇我大 但是我都成長到有老師啊 有師姐啊 有一個啊 像Kent老師這樣子 我都覺得因為他們比我走的路多 而且畫得比較好 所以我覺得都是我學取的對象 Kent這位老師呢 是我特別在以前還沒見過他 認識他之前 我就在網路上看過他的作品 我覺得非常的驚艷 因為我以前旅行 我想跟很多朋友一樣 我們都是拍照 用手機或者專業相機 拍回來後 一張旅行的照片 跟家人的風景 但我第一次在網路上發現 Kent他是用畫筆 把他畫的東西 把我們看到那個旅行照片 拍下來的那幾個 他是用畫的畫出來 哇天啊 我非常 我極為天人 因為看到他的水產 而且他對水產的構圖光影 非常的美 看到非常的療癒 所以我就一直很注意這位Kent老師 那後來直到後來 有這樣的一個因緣 也有這樣的一個緣分 能夠認識他 我就覺得 哇這一次就是他來帶 那我想說 那真的是 要怎麼講 就好像你人生中碰到一個導師一樣 你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盞燈 你看這個意思嗎 所以 我想說這樣的一個旅行 的繪畫的旅行 這樣的方式 那太好了 而且也是由Kent老師來帶 我這邊還帶了 像Kent老師 他的彩繪人生 你們就可以看到 他把他所旅行的很多很多的景色 他都用彩筆把它記錄下來 是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非常讓人看療癒 而且又非常有溫度 所以我覺得能夠跟Kent一起來 參加這一次的這個禮拜 他們覺得是難能可貴的期待 太好了 那我們這一次的這個高松惠禮庭 除了高松這個美麗的景點以外 最重要就是說呢 Kent他本身呢 在我的這個規劃之下呢 他研發了出一套 一二三就繪畫了 所以呢 所以呢 不只是 像我們Hank哥這樣網紅畫這樣 可以去參加以外 最重要的是素人也可以參加 那我們在這一次呢 在六天的時間裡面呢 可以讓大家輕輕鬆鬆學習到 會畫的技巧 而且能夠帶回六幅作品 那麼我簡單的介紹一下 那我們的時間呢 是從十月的十五號到十月的二十號 那這一段時間剛好是秋高氣熟 對 而且我們還有溫泉 那如果喜歡小桌的 我們還有可以喝多小酒 有啟酒屋 對 有啟酒屋的音程 好 那麼這個時候我想請Hank幫我們總結一下 邀請大家一起來參加我們這一次的高松惠禮 好不好 而且我們這一次去的地方 也是一般我們去日本旅遊 就是去什麼東京啦 大阪啦 京都啦 可能你很少有機會會到這裡 是 是 高松寺 它幹嘛 對 非常美的一個城市 因為它是在四國 它在四國 然後它是日本深大水城之一 它很特別 因為它的護城河是把海水淋進來 所以它的這個護城河 不像我們在大阪這樣 像大阪城幾乎都快乾掉了 它這裡面不但是有海水 而且裡面還可以划船 然後還可以餵魚 真的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一個體驗 所以如果大家這段時間有空 或者是你真的對繪畫這件事情很有興趣 弄出時間來來參加 像剛剛艾爾威有講 即使你沒有繪畫的經驗基礎 只要你有這個興趣 初學者都可以啦 因為天是個別指導的 所以你的程度在哪裡都沒關係 是因為它個別來指導你 所以呢 我們也不要有很大的壓力 抱著一個很輕鬆的愉快的心情 然後在這個美好的風景下 然後就老師指導 我們留下六幅 對六幅 對六幅 精彩的旅行的紀錄 我想這對我們來講 真的是一件很美好的一件事情 謝謝Hank 我有一個新推薦 那請大家記住喔 帶著你的熱情 我們高松見 拜拜 拜拜 相約拜拜